大家好啊 我在我的皮卡车上啊 Tundra 我心爱的大皮卡 嗯 录节目啊 不想在房间里录 因为大喊大叫的 说不定有影响我老婆啊 也影响其他人 所以呢 就在 我扎了个辫子 See 疼不太长了 有的做事不方便啊 我今天想说一个事情啊 因为刚才我和我弟弟 算是又是唇枪舌剑的 也不算唇枪舌剑 就算是我单方面的教训他啊 呃 有时候呢 对这个弟弟有一种恨铁不承担的感觉啊 呃 有时候确实是想 其实大多数时候我是想彻底放弃啊 因为没办法啊 每个人的人生的路是你自己走的啊 你自己走了一条你认为正确的路 那你就走下去就可以了啊 阿民曾经说过啊 这个世界上的人虽然千差万别 各种各样 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啊 就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啊 我都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心啊 所以既然你是对的 那你就对下去吧 啊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是吧 我也没什么好启蒙你 点拨你啊 或者给你指一条路 给你来个建议 没什么好说的 你不都对吗 你这么有自信 觉得自己是对的 那你就对下去好了啊 出了问题也不要找别人 你的成败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去享受你的成功 你自己去品味你的失败啊 所以人有时候保持一个open mind很重要啊 就好像有时候我在和别人说事情的时候 很多中国人很奇怪啊 就是你在和别人说事情 别人认为你在说他 啊 就比如说闯红灯这个事情 我我随便举个例子啊 比如你闯了红灯啊 我说哎 你闯红灯了 那正常人会觉得哦我闯红灯了 哎你提醒了我 如此而已 因为我们都知道闯红灯是不对的啊 但是有些人不一样 哎你闯红灯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么大声干嘛啊 你吓死我了啊 或者说闯红灯 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口气啊啊 就是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情 他都有不一样的反应啊 所以有些人你就会觉得 我提醒你的没有必要啊 没有用啊 所以刚才我和我弟弟 我也把他教训了一顿 因为他和 当下阶段的很多苦逼的一些 80后90后一样啊 穷忙 越忙越穷 越穷越忙啊 身背着 房奴 车奴啊 海奴 昏奴啊 很早我就说过了啊 你以为房子很重要 你以为婚姻很重要 你以为孩子很重要 你以为什么都重要 是 你是对的 OK吗 总没问题吧 你对你过吧 你过你认为重要的生活 你过 你从中去品味你的生活啊 所以人有时候需要开窍啊 开窍很重要 很多人不开窍 所以来向我隔三差五 每隔一个月来寻求我的资源 啊 我说 有很多东西你开个窍 你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啊 你不开窍 你整天在泥潭里面挣扎 却需要我来拉你一把 啊 你甚至还要把我拉入泥潭中去啊 我举个例子 我说就像家里有洗衣机 你可以解决你所有的脏衣服 你非不用洗衣机 你非要手洗 然后你洗不干净 你说哥来帮我洗一下吧 我帮你个鬼啊 有洗衣机不用你非要手洗 洗不干净你还让我帮你 既然你觉得你要你要手洗 手洗是对的 你就对吧 啊 我告诉你可以用洗衣机 你不用 你不采纳建议啊 所以很多人是不可救药的 告诉你可以这样做 你不做你因为自己的思维 受限啊 有天花板 你突破上去 你还认为突破天花板是不对的啊 祖国我热爱我的祖国 你不爱国你不对 你一边对去吧 你一边对去吧 哎我必须在中国买一个房啊 没有房就不对啊 即使我背负着压力 背负着生活的负担 我不无论如何 我活得跟一口屎一样的 我也要买个房 结个婚生个娃 whatever 你做你的事情去啊 你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去 然后你慢慢享受你的人生去吧 你自己的思维不开窍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和别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不要跟我扯什么 你是我亲哥哥 你就必须无条件的拯救我 那是你的思维瓶颈 我没有这个思维瓶颈 ok 我今天想说 很多人 是自己思维的奴隶啊 是自己习惯的奴隶 是自己性格的奴隶 有的时候啊 人人自己人自身住着两个自己 一个是引导自己走向光明 一个是引导自己走向泥潭 走向黑暗的 那那么一个自己 但是人通常分辨不清楚哪一个自己是 是自己 因为他都是自己啊 就像双子座的两面啊 或者人的两面理性的一面 和和情绪的一面 二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我当时就 意识到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人有理性的一面 和感性的一面 人一定要永远让自己的理性的一面 去牢牢拴住自己的情绪 啊 我的习惯不是我 我的性格也不是我 啊 能引导我通向光明的那个东西 才是我 很多人是自己的习惯 形成了自己的性格啊 然后自己的性格决定了 深深烙烙烙烙在了自己的命运上 有句话叫 自律使我自由啊 绝对自律使我绝对自由 就是我绝对掌控自己 我不但是掌控自己的人生 我掌控自己的习惯 我掌控自己的命运 我随时我我随时可以修改我自己 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啊 修改自己的能力很重要啊 就比如说举举几个例子啊 每个人都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啊 他放纵自己去服从这个不良的习惯啊 他甚至认为这个不良的习惯也是自己 我说了啊 什么是自己 我们应该选择自己啊 那个能让能那个能引导自己通向光明 通向出路啊 通向好的东西的那个那个东西 才是自己 那个引导自己走向堕落 走向泥潭啊 走向消极的东西 那个那那是住在你灵魂深处 住在你身体内的撒旦啊 那个那个不是你自己 其实其实好的自己和坏的自己都是自己了啊 但是你如果自己 钻进自己的灵魂里面 把内部再拆出来 就要把那个不好的那个东西给他赶出去啊 就好像你家里的东西啊 好的坏的 连垃圾也是你的 对不对 你家里的垃圾是不是也是你的 但是你会把它扔掉 对不对 虽然我家里的家具 家电 垃圾都是属于我的东西 但是我不要垃圾 我要把垃圾清理掉 就要像手机里的内容 都是我的内容 是都是我的 但是我会定期清理我不要的东西 那我们 那我们这个人 我们这个灵魂 我们这个性格也是一样 好的性格 坏的性格 好的习惯 坏的习惯 好的认知 坏的认知 虽然都是属于我的范畴 那不是你的范畴 是我的范畴 但是我依然要钻进我的内心深处 把不好的东西清理出去 并不是所有人有这个能力 能钻到自己内心深处 强行的把自己不好的东西 给它挖出去 有的时候像挖肉一样痛苦 因为它盘根错节的和你自己 已经交织在一起 你要连根拔起很痛苦 但是当你拔起了以后 你会很爽 因为你作为一个自己 作为一个追求更好的自己的 这么一个自己 你又提升了 很遗憾 很遗憾我所看见的 特别是在中国 很多人真的 他基本上是最坏的自己了 他完全被撒旦掌控 他完全不知道通向光明的东西在哪里 他完全不知道 他被自己恶劣的性格 恶劣的生活习惯 以及很low逼的认知 所牢牢控制着 他没办法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 他没办法形成良好的性格 形成良好的习惯去追求更好的自己 他满脑子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让自己难受的东西 所以 我今天跟我弟弟说话 我也是这样说的 我就问 我说你们夫妻现在的路 是不是你们自己选的 是还是不是 既然是你们自己选的 是不是当初你们认为 当初的选择很英明 我都说了啊 这个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 但只有一点是 是同是一样 就是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理论 是正确的 自己选择的人生方向是正确的 既然是正确的 那你是不是要为你的正确选择 去承担所有的后果 因为是正确的吗 当初也有很多人给你提了建议 可能 你听不进去啊 因为你的mind是closed 不是open mind 就好像我说 哎你闯红灯了也 闯红灯了 闯红灯是不对的 觉得很简单啊 我在我的视频里说了 说过很多话很多话 当我和很多人讨论问题的时候 我发现知那人有一个特点就是 他不关心我们在讨论的事情本身 他对我们共同把这个事情的 本质或者是东西给他解释出来 是我们的讨论问题的重点 他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你在说服我 或者我在说服你 或者你是对的 或者我是错的 我错了 我就没面子 所以即便我错了 我也要胡搅麻烦 把它变对 你和很多人讨论问题 你们不是在讨论问题本身 你们是在顶真叫真 来证明你是傻逼 我逼你牛逼 我是人上人 你是人下人 我是尊你是卑 我对你错 我不是证明一个输赢而已 而不是在讨论事情本身而已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 导致很多人的思想是close 他没有open 所以我说很多知那人 根本不值得讨论问题 不值得沟通 因为他不关心事情的本质 所以我说英国的议会制度 我们看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 以及总统辩论 各种辩论都是在说事情 都是在把事情说明白 但是你看中国人的讨论问题 基本上是在互相诋毁 说的说的就变成了 你是傻逼 你妈也是傻逼 就问候别人祖宗 生殖器官全部带出来了 就脱离了事情本身 中国人通常没有讨论事情的能力 所以我今天跟我弟弟也是这样 这样说的 曾经跟你提出过很多建议 你还记得吗 你采纳我建议的时候 我也不能说我的建议就完全正确 因为提建议的人指他的建议 依然需要你去评估 你的人生 你去评估 别人的建议是一种建议 你不能你采纳别人建议 你成功了 你就不可一世牛逼哄哄 你失败了都是别人的错 成功也是你的事情 失败也是你的事情 别人只是提建议而已 你得去分析别人的建议 但是你在采纳每一个人的建议 或者你在接受这个事件上 这个人世间的所有资讯的时候 你首先得把自己的态度端正出来 我不要捍卫我自己 错的自己那不叫我自己 就好像我家里的垃圾 虽然是我的财产 但我并不要这个垃圾 我要扔掉它 我的性格中 我的习惯中 我的认知中 我的灵魂世界中 有不好的东西 如果你把我指出来的 我得感谢你 你的东西有好的 虽然是你的 那我也会认为这是好的 而不像很多中国人只会站队 你的好的东西也是你的跟我无关 我的坏的也是我的 我的坏的东西也是我的 我要捍卫我的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想 我不是一个喜欢受之以余的人 我是想受之以余 就是说 你有困难 我说了啊 你总是手洗洗衣服 我会告诉你 你可以用洗衣机 不要手洗 我不会去帮你手洗 虽然我可以去帮你帮个忙 但我不会帮这个忙 我会告诉你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在于用洗衣机 就比如你种了一棵树 你错误的时候 这个树他需要酸性土壤 或者碱性土壤 或者他他洗阴 他洗阳 他喜欢太阳晒 他不喜欢太阳晒 或者他喜欢湿润的土 他他喜欢不湿润的土 太湿了 他容易烂根 大家比方说 你如果在 这种东西上 你没有去做好选择 你用了错误的土壤 湿了错误的肥 灌溉了错误的水 用了把它放在一个错误的环境下 让它曝晒 或者不应该曝晒 导致这个树长不好 你不采纳我的建议 你让我就帮你 这个叶子没长好 黄了你帮我剪一下 我不会给你处理叶子问题 我不会给你处理这些细枝末节问题 我只会告诉你 这个树的种植方式错了 你换一种方式 你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这个树也自然会长得好 我喜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不喜欢每天重复重复的去解决 一而再再而上发生的问题 我说过 一个问题它发生一两次 是这个问题本身的问题 如果一个问题它反复发生 是这个问题背后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跟我弟弟说 也是这样说的 我要你如果要我帮你 我想一次性把你拔出来 把你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 你让我去隔三叉五的 就把你今天还个信用卡 明天跟你料理个这些事情 你会把我拖入你糟糕的人生的泥潭 你的人生你过 别跟我谈什么亲兄弟啊 别跟我谈这些 low b 的认知的问题 好吧 你的思想天花板就在这里 你想拿这么低的天花板 来把我盖下去吗 好了 每个人的命运真的 我只能说每个人的命运 某种 我以前不相信宿命论啊 其实不相信宿命论 本身也是宿命论 就是这个人他就是不信命的 那个人就是宿命论啊 并不是上帝造人 并不是千篇一律 说每个人都是宿命论 不是他也规定了 哎 你可以你可以不断突破 我 我跟你改写下你的基因 或者写下你的这个这个这个 你的程序是可以不断突破 你不可以 但是大部分人真的 他的命运基本上是被性格造就的 而他的性格是被他反复的 反复重复的习惯和认知造就的 人很难 人的眼睛能看着外界 他很难看着自己 钻进自己体内去清理自己身上的垃圾 那些认知垃圾 那些习惯垃圾 那些观念垃圾 他分辨不出来什么叫好坏 就好像古代女子裹脚一样 人人都要裹脚 裹脚有什么需要 考虑是该裹不该裹的 不都要裹脚吗 对不对 清朝人人都要扎辫子 只有当初 明末清初的时候 清政府要求人扎辫子 我才会反对 因为我从来就不扎辫子 我干嘛要把这个前面 剔剔剔剔的 扎个辫子 他妈多丑啊 对不对 你当时有选择 你能分辨丑和美 要做不要做 但是当你的爷爷 从你生下来开始 你就扎辫子 你爷爷扎辫子的时候 当行为一种习惯的时候 你就分辨不出来了 扎辫子还可以不扎的吗 裹脚还能不裹的吗 我奶奶都裹脚了 我奶奶我妈妈我阿姨都裹脚了 所以我也裹脚 人会不知不觉的堕入一种 他自己都不能识别 对还是错的东西 就好像我老婆说 我喜欢吃面 我喜欢吃这个土豆 你们南方人总是喜欢吃米 我说 这不是喜欢 这是习惯 知道吗 就是习惯到 你都没法识别 这是喜欢还是习惯 有些东西是你反复重复 反复 谎言重复了一千面 就变成真理了 如果你从小从小第一口东西是吃屎 我说话很难听 但这是事实啊 你从小第一口饭 第一口东西就吃屎 你第二餐也是吃屎 第三餐也是吃屎 而且你周围的人都吃屎 你信不信 你就会认为 屎是天然就是来来吃的 所以习惯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 人很难去区分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 你只有接触了更多 让自己处于一个绝对清醒的状态下去 去看这个问题 你才知道 你才知道好和坏 你才知道对和错 不然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习惯的奴隶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性格的奴隶 所以每个人的人生 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你就是这样 但是并不是你去和别人点拨这个东西 人人都能听得懂 有些人是完全不知道你在放什么狗屁 说什么疾巴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你是不是神经病 所以人与人的差别就大到这种程度 这个人认为的常识问题 在另一个人看来简直是荒谬 所以当朝鲜人认为的常识问题 不就是伟大领袖金正恩 我的父亲太阳金正恩 是不是 但是在韩国人看来都不很荒谬吗 这个世界足够大 大到真的 一个人觉得一加一等于二是常识 另一个人觉得一加等于二 你脑子有毛病吗 一加等于三呢 所以前段时间我说流浪汉的问题 我说有些人可能就喜欢流浪的方式 他不相信 他说你喜欢流浪吗 我说我不喜欢流浪 不代表人人都不喜欢 我说我不能代表任何人 你之所以认为流浪汉这个东西不可理解 是你的认知有限而已 你没见到过真正 享受流浪汉生活的人而已 所以太阳底下并没有什么新鲜事 如果你觉得很新鲜 是你无知而已 你见多了你就知道 人差别很大很大 好了有点说偏了 有点脱离主题了 算是随想吧 因为刚才跟我弟弟 又把我弟弟吊了一顿 实在是想把它拔高一点 但是觉得好累啊 但是呢依然会拔高啊 按照我的性格 我就直接拉黑了啊 如果你不是我弟弟 你是其他的那么拉黑拉黑 我没有时间跟你讲这么废话 你爱咋咋的 你爱他妈的黄皮肤黑头发 960万 whatever 滚吧滚吧 滚远一点 不要在那耗费我的生命 耗费我的时间 是不是 他是我弟弟呀 是不是啊 生物学上他是我弟弟呀 多少我们在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我也多少希望他好吧 对不对 但是我希望他好的同时是不至于把我给牵扯进去 就像我妈 每天为我弟弟操心劳费劳神的 我跟他说 我说人呢 妈人呢 不要操心那些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 我都跟你讲了好几遍这个话了 人不要操心那些自己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 自己能力范围以内的事情 你就多用心 因为你可以通过用心去改变他 但是太阳他妈升起落下 天药下雨这种事情 你能改变吗 你改变不了 你天天操这个心干什么呢 你这不是至少苦吃吗 啊 我说你儿子已经成年了 他的人生 他的宿命是他自己注定的 你能改变吗 你有能力改变吗 我就问你 你自信 你评估一下你的能力 你能改变吗 如果你改变不了 你去操心他 有什么用呢 你徒劳的 你这是这样 所以我不想跟我妈那样陷进去 去被我弟弟的人生陷进去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问题 如果我处在你的立场 我会怎么做 那至于你怎么做 那是你的事情 你自己承担后果 做哥哥的说实话 也只能在精神上 在人生方向上 给你出一些建议 其他你这样 我天天去 去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去为你的失败的人生 去反复买单 反复买单 做不到啊 你要觉得我重判清理 我什么不是人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在乎 别人评价我的人 你最牛逼的手段 就是把我拉黑而已 你还 你除了把我拉黑 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啊 你还能把我拉黑 你真的要把我拉黑 那是什么东西